你们不信吗 不信就算了 不信就算了 给你们说了 你们有不信了 我不说了 那我不讲了 他妈妈给他说了什么 那我也不跟你们讲了 请问你还不回去过年吗 你还不回去吗 我不回去啊 我要陪你 你陪我干什么 你现在都快过年了 你回去了呗 那你要不要跟我 跟我一起去 我去干什么 我也不去了 什么爹也不去了 你不回你自己的家吗 你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你赶紧回去了 我不 不回去吧 你不回去你在这干嘛 又没有工作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跟你一起嘛 不行 你也回去了吧 这儿 也没有 合适你的工作 你回去 好好过个年 我可以 我可以 多给你一点 内小 然后你就回去 好好过年了 回去看看 阿梅跟拉图德 他们 什么时候 结婚啊什么的 给我讲一下 我给他们包个大红包 我不 不 不 不回去 你不回去过年啊 你过年都不回去了 我过年 我也不 不 不 不回去 那你想清楚啊 你要是不回去的话 那到时候 你又没有工作 在这儿的话 就 天天住在那里 吃什么呢 那如果你回去的话 我还可以 给你一点钱 你回去 好好 好好过年 你自己想一下 我要跟你在一起 我要在这边 那你要在这边 那到时候 你如果要回去 我也没有钱给你了 你自己先想想吧 你先想想吧 嗯 大家一起帮下 点点赞啊 什么 结婚吗 对 拉图德要跟阿梅结婚了 你们说的对 对对对 他们俩确实要结婚了 他回去了 他就只能跟他结婚了 阿梅 阿梅要给拉图德生宝宝了 你们在说什么 你们在说什么 阿梅 阿梅的话 他 我要回去 然后我 我不回去 阿梅的话 阿梅他 他不回去吗 随便你 说我要跟你 我要跟你在一起 你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随便你 反正你自己再想想 我要给你两天时间考虑 我让你回去吧 我让你回去吧 看到阿梅他们 你又不回去 我也可以 现在我也可以给你发工资啊 我都看不到你了 我都看不到你了 那谁病呢 我都 我都见不到你了 阿梅怀孕了 什么阿梅怀孕了 阿梅怀孕了 现在应该 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 他妈妈 如果他回去了的话 他妈妈给你 给你把他骂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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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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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是我搞的鬼 我搞什么鬼 那工作那工作天天想着天天想着谈朋友肯定工作不好啊 关我什么事 但是我现在还不确定 我要不我给他妈妈打个电话 我问一下阿姨她回去了没 如果回去的话这个点应该是到家了的 家人们我要不要给阿妹的妈妈打个电话 你们不想知道阿妹回没回去吗 你们不关心阿妹回去是不是啊 阿妹在我直播间的时候 阿妹在我直播间的时候 打电话 觉得打电话的可可依呢 觉得要打要给 但是没必要阿妹在我直播间的吗 我刚看到了 阿妹你是不是回去了 你是不是回去了 你给我妈妈打电话干嘛 你给我妈妈打电话干嘛 等一下 这谁啊 这谁啊 我说打电话给你妈妈问一下你回去没有 因为你刚才不是没回我消息吗 你是不是已经回去了 你不用给我妈打电话 这个 你不用给我妈打电话这个 跟你没什么关系 你不是说要给我一个答复吗 怎么一直没有给我答复呀 你不是说要给我一个答复吗 我不问一下你吗 你 你 你一直让我回去你才那个感觉 你才那个感觉 答复 你是不是已经回去了 你你 你 你那么关心我回去干什么呢 那不是说好了吗 如果你回去的话 我就我就帮王菲哥把 那个事情解决了呀 所以我在 我不是说了给你一天时间考虑吗 对那天我确实是这么说的 对呀那你现在 在现在什么意思啊 嗯 我觉得 我自己的事情我还是自己自己来看吧 那意思是 意思是你现在还没回去 没有 那你不准备回去了是不是 我不准备回 我不准备 意思就是不用帮王菲哥解决那个事情吗 你也不想让我帮王菲哥把那个事情解决了 我想让你帮 但是你帮吗 我要帮呀 但是你 你不答应我的条件呀 你又这边又想王菲哥好 你又想你又要 你又要留下来 那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呢 那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呢 嘉然们你们都让我开直播吗 嗯直播我就不开了 因为 我还在继续上班 还有就是直播间 我先 呃跟你们说一下我没有回去啊 我要等 呃11月2号你们 我上次我是忘了的 你等11月2号干什么 不是 我 等王菲哥 回来过生日啊 王菲哥生日关你什么事啊 我记得王菲哥生日好像是11月2号的嘛 人家王菲哥11月2号生日人家 要跟家里面的人吃饭呀 你 你要去吗 嗯 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阿姨那么讨厌你 你去干什么 你好意思去啊 这个 你留在这干什么 人家家里面的人都不 都不喜欢你呀 你 还想 还要给人家过生日 毕竟我们 毕竟我们认识那么久 对不对 啊 认识那么久 你就只会口头上 你就只会口头上认识那么久 想对王菲哥好 但是 真的轮到想让你帮助他做点什么的时候 你又在那推三组四的 你又在那犹犹豫豫的 我知道 我知道我那样子 是可以搬到王菲哥 但是 我觉得我那样子的话 可能我以后我自己都会后悔那样子做 太自私了 你这样的想法 你会后悔 你只看你自己后不后悔 你根本就不管人家王菲哥工作吗 你觉得我自私也没事 我觉得我 你非要让我回去你才帮王菲哥 那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也不用你帮了 我相信王菲哥 他会 嗯 能渡过这个难关的 嗯 能渡过这个难关的 我 我 我也知道我要 要陪王菲哥渡过这一次这个难关 无论怎么样 无论你小小搬还是不搬 没听 我没 我没 我也没 没什么 就是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刚刚你在直播 然后你说 你要给我妈妈打电话 所以我就 就想跟你说一下 以后有什么事情 也不要给我妈妈说 也不要让我妈妈叫我回来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这样子 你这样子 也没什么好处 对不对 直播间家人们你们觉得对不对 对的可以